然后呢 说一个你们很感兴趣的话题 好吧 时针 SKS这个 我从刚刚聊天到现在 我想了很久 我决定还是不放了 然后我们讲一个别的 很多人的弹幕已经刷起来了 律师函 我在放完我以下的所有视频 以及我今天的执政 之后呢 我会在最后 说法律这个事情 好吧 我已经在三天前联系好律师了 明天我会拿到调查令 因为没办法 这个人他不出来 我很希望 我很希望 我很希望能在一个公平的角度 我跟他说的原话是 你想要五百万 可以 你还我个公证 你出来向我道歉 我们上了法庭 我开了卦 我给你五百万 我给你 我没有开卦 你只需要给我一个道歉 松鼠 我的事情已经发给你两天了 你还没回我 我依然得不到你的个人信息 我今天 刚刚跟律师又聊了 我对你的送诉要求 第一点 删除你的视频 并且 向我 道歉 赔礼 而你的赔礼金额 是 这个数 这都在我的送诉要求里面 这个数是多少 一块钱 如果我胜诉了 你只要给我一块钱 并且向我道歉 如果你胜诉了 我给你五百万 我退出此伯箭 我向你赔礼道歉 所以我希望你能还我个公正 你能出来跟我打这场官司 你能还我一个清白 我是一个游戏出身的主播 我 因为你被贴上了 外挂这个标签 你无法想象 对我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你确实让我很难受 对,这一次是我输了 你把我弄得很难受 你成功了 你的行为 我不应该点开你的视频 我的治政 基本到这了 这是我最后对你的法律要求 不是法律要求 是我对你采取的正当的法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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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久 你才能用到法律手段